向泰的一条点赞刘诗诗粉丝的微博 暴露了他对教子无方的无奈 去月21日 八卦媒体爆出了向左带美女回婚房的消息 然而在此之前 吴气龙与刘诗诗却白白被顶创热搜 溜了一整天 不过相比于刘诗诗被无奈波及 向泰的公关能力却再次引起人们的热议 被爆出轨的向左全程没有露脸 反而是向泰替他解释 与自家儿子亲密的只是一个好姐姐 然而不知是守华还是为了转移视线 向泰还随手点赞了一条 刘诗诗粉丝宣传自家郑主的微博 作为圈内知名户独自的老母亲 向泰的一番操作 不像汪小飞妈妈张岚的虚张声势 反而颇有点经纪人 为自家艺人公关绯闻的一次 而这也不是向泰第一次 下场帮儿子摆平事端了 2015年 一位名为电兔先生的网友 晒出了向左欠债不还的证据 有意思的是 明明背靠着向家这个妥妥的百亿豪门 向左竟然拿不出一百万还债 从聊天记录来看 向左拖欠债务的方法并不高明 他先是以没钱的理由拒绝了董大宝多次 随后又不声不响地删掉了对方好友 这才让对方不得不选择在微博上曝光 而能与向左玩到同一个圈子 这位电兔先生的身份也不简单 据说他原名董大宝 曾晒出过与革命先烈后代的合影 并且还是王思聪的至交好友 而他之所以赶在微博上硬钢像架 背后也离不开王思聪的支持 不过他的这篇讨债微博 不仅没能让他讨来欠款 反倒迎来一波水军攻击 向太不仅不承认儿子欠债 反而还倒打一耙 以没有借据为理由 怒斥董大宝造黑料 但向太显然低估了对方的能力 当他派出人调查董大宝信息时 对方就已经听到风声 并且还不留情念地把一切都公布在了网上 但好在最终事件圆满解决 董大宝解释称 两人的经济纠纷源于中间缓解的人为因素 但明眼人都知道 肯定是向太插手才帮向左解决了问题 三番两次让家人出面 只能说有背景就是不一样 向左第一次在娱乐圈打响名号 是在2001年 当时年仅17岁的他就因涉嫌违禁品被警方抓获 然而没想到向家的势力的确强大 这波绯闻黑料不仅对他毫无影响 甚至还让丑闻棒身的他为不久后主演的霍元甲打了一波广告 值得一提的是向左这场看似重大的案件 最终竟然仅仅只赔偿了2500元了事 即便身处香港 但不得不说相比于其他明星 这样的处罚还是有些太轻了 而作为香港知名皇太子 向左身上的黑料也不仅仅欠债涉毒这么简单 即便他为人低调 但也绝不是向太口中的乖乖男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 能让向太鸡蛋倒为儿子立下十年不娶的家训 如果没有向太的从中插手 向左恐怕早已经娶了相恋五年的已婚人妻黄婉佩 2003年 19岁的向左与女子组合二二成员黄婉佩谈起了恋爱 彼时这位豪门公子哥对成熟的欲解黄婉佩十分迷恋 两人经常被拍在一起约会吃饭 向左还经常直接将向太给他请的保镖撇在路边 自己则是享受黄婉佩的温柔香 两人的恋情最甜蜜是 向左还一度高调带着黄婉佩参加向华强的生日宴 而彼时向家父母虽然对这个儿媳不算认可 但也默许了她的存在 直到黄婉佩被爆出了早已结婚的消息 原来表面上还是育女身份的黄婉佩 实际上却早已与一位富豪丈夫结婚 对方忙着在大洋彼岸传前根本没时间与她温存 于是黄婉佩债财瞄转了家境殷实 但情史又十分简单的向左 不过她没有得逞 得知自己儿子被骗的向太 立马就怒气冲冲地展开隔空骂战 愤怒表示 已婚女别想进向家门 然而黄婉佩却仿佛铁了心 要棒上向家这棵大树 她不仅跑去大洋彼岸跟富豪丈夫离了婚 还下定决心退圈学习工商管理 之后更是取得了证监会的牌照 转行做起了股票工作 然而即便她是个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女古神 向太却丝毫不将她的小伎俩放在眼里 转头便为向左定下了十年不拿影帝 就不结婚的约定 更是迫使她将自己的社交状态变成了单身 黄婉佩深知自己不是励志 没有年近四十还能迷倒男人的能力 于是便果断嫁给了一位比自己大十九岁的富商 开启新生活 然而离开了黄婉佩这一个已婚人妻后 向左却仿佛掉进了姐姐堆 前脚刚甩掉一个已婚女 后脚就又来了一个单身妈妈 2015年向左进军内地之后 遇上了娇艳嫩魔王秋子 虽是中戏毕业课班出身 但王秋子的资源却并不怎么好 于是当碰上向左之后 便果断投入了公子哥的怀抱 然而向家连与向左谈了五年恋爱的黄婉佩都聚之门外 又怎肯接受一个独自带娃的单亲妈妈 因此向左表面上为她送上价值上百万的钻戒和名表 私下却不妨碍她听从妈妈的建议甩掉她 即便后来王秋子爆出了怀孕四个月放弃工作的消息 向左还是全程不出面 全凭向太表演回旋梯 将妈宝男的姿态扮演到了极致 此后向左先后恋上几位女友 个个都不入向太法眼 直到郭比婷的出现 跟郭比婷结婚的不是向左 而是向太 2019年郭比婷刚回台湾 就火速去换了一个新发色 谁知她刚刚兴奋地把这个消息传达给粉丝 下一秒向太就火速杀进评论区 表面上向太态度温和 实际上她言语间却明显不太满意 于是当郭比婷下一次回到向太身边 头发的颜色又染回了黑色 有一个随时监视自己动态的婆婆 郭比婷的生活有多窒息 郭比婷暗示身边有人敲费自己 向太急忙赶来撇清关系 表面上为儿媳仗义直言 然而言语间却仿佛将与我无关写在了脸上 2020年郭比婷在36岁高龄生下一女 可她的朋骨还没来得及恢复 向太就宣布了她答应生三胎的消息 也彻底将豪门生意机器的帽子 扣在了郭比婷头上 然而前脚刚承认想抱三胎 后脚向太就又表示 生三个娃全是儿媳自解的决定 郭比婷怀上二胎之后 向太又在评论区高调表示 已经给她订了香奈尔和珠宝 不过她宠儿媳的人设还没利好 郭比婷就立马做出了不配合的状态 不禁清空了与向左相关的微博 还直接关掉了微博动态 此后向太再也无人配合 宠儿媳的大戏完全变成了无实物表演 不过尽管在外界看来 郭比婷始终生活在婆婆的高压之下 但实际上从郭比婷答应 嫁给向左的那一刻起 就代表了她的心甘情愿 郭比婷与向左的婚姻 一开始就像是一个被催化的爱情实验 两人从恋爱到结婚 一路都是向太在旁边保驾护航 郭比婷的家庭虽然只是开早餐店出身 但是好在她家是清白 出道几年不温不火 也正巧成了向太看重她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 向太与向华强多年来捧不红的亲儿子 与郭比婷吵了几次恋情新闻后 竟然屡次高挂热搜 因此当低调美貌的郭比婷 与她参加同一档综艺时 她便先与儿子向左 主动与郭比婷搞好关系 为将她迎娶进门打好了前站 而这边郭比婷正处于大龄不火的尴尬时期 向家的主动示好 也让她找到了挺进豪门的快车道 而向太对她也足够大方 在她产下一女之后 向太便在北京为她买下别墅 在台湾更是给她准备了两块地皮 嫁给向左之后 即使她后半生一直躺在家里 也完全可以靠婆家的资产吃香喝辣 向家对她的消费 其实从两人恋爱时就已经开始了 离世的郭比婷没有反抗 也间接表明了她的态度 外界看来的阴谋论 在真实的豪门当中 其实都是你情我愿 不过如今郭比婷还在哺乳期 向左就被曝出轨 她真的不会后悔曾经的选择吗 在这边